在上海 如果你不想坐太久的车 也想去古镇走一走 那可以去青浦区的 朱家桥古镇逛逛 这里距离上次去的广富林遗址 也不是太远 可以安排在同一天的上下午 进入古镇 看到最多的是卖肉粽的 记得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 一个东北的朋友告诉我 不要买肉粽 我们吃不惯 但我尝试过后 却从此爱上了南方的肉粽 而且我发现上海这边古镇类的景区 卖卤肉类食物的店铺非常多 现在天气暖和了 古镇里又呈现出一片 人挨人人挤人的热闹景象 朱家桥一带曾出土的遗物表明 这里从春秋战国时期 就已经有人居住了 之后的时间里逐渐发展成有一定规模的大镇 在明清两朝 这里共产生了16名进士 40多名举人 民国时期 这里有书报社 戏院等多种文化场所 十分繁荣 现在很多当地人住的还都是老房子 古镇里可以逛的区域挺多的 但都需要逛完一个地方 在原路返回 之后再去另一片区域 其实我航拍到的很多地方 我都没有走过去 在古镇里如果走累了 就停下来找一家河边的茶馆 一边品尝 一边晒着春日的暖阳 这样的时光真是太惬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